台铁公司风波不断 先前传出了驾驶员跟列车长万玉 在驾驶室做出了亲密举动 那么现在又传出 有一名负责内勤的科长 在社群平台上上传了性虐待等不雅的影片 而且这个影片没有上锁 让所有的用户都可以观看 恐怕危害而少身心 目前检警介入调查 而台铁的后续处理 也遭内部的员工还有工会批评 态度非常消极 台铁公司日前才传出 有司机员在执行战壁期间 在驾驶室与婚外勤对象 做出亲密举动引发哗然 没想到现在又传出有内勤某科长 长期在FB化名鼓吹性虐待等嗜好 还提供X平台连接 上传不当性影像让所有用户观看 恐怕危害而少身心 也引发台铁内部议论 认为台铁公司用人不当 真实为严格彻查 台铁产业工会更谴责这样的行为 工会当然是要强力谴责 散布这些不雅一片 台铁起初以牵涉到各资为由 表示无法提供回应 也未说明当事人职务现状 后来警方找上门 这名科长才在6月25号 锁住X平台账号 目前地监署警局已经在侦办中 台铁公司后来才回应 接获消息后即主动了解 配合警察单位后续相关调查 以厘清案情误网误纵 但工会人认为台铁作为不够积极 甚至有双标嫌疑 既然我们前阵子发生了这个潮州复杂长的事情 台铁就可以这么火速的处理 公开的跟社会大众说 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处分 那我们觉得台铁应该要拿出相同的破例 台铁公司近期一再传出负面消息 恐怕持续影响外界文件 记者总报道